大家好,欢迎进入第一学的第五个小节 常用关键词研究工具介绍及其使用 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和日常使用比较频繁的 一些免费的还有那个付费的关键词研究工具 给大家,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一些实例 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我想这个对大家的使用和操作会比较方便 特别是对以后的实际操作,你实际怎么选 你一些标准,我会把它告诉你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名和流量的大致关系 就是说在首页的前十位结果 这个是排名第一 因为这些图的话 它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数据统计公司统计出来的结果 数值可能稍有差异,但不会太大 基本上都在一个数量级里面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一个数据统计公司统计出来的那个一个这样一个结果为标准 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你一个词你排在第一位的话 你大概能够获得首页流量 首页所有流量的42%左右 然后不同的版本呢 他们会标称的话 比如说都在40%到50%左右之间 这个区间内反正42%也在这个之间 我们把它反正就是一个40%几的一个流量 有时候我们初略估算也可以把 那个一半一半的流量那也可以的 第二名12%和第三名实际上差没有差太多 就是10%左右 然后第四名你看第五名第六名 然后后面的话就都差不多 就是获得的流量就会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做一个网站做排名的话 能够能够做到前三 做到前三的话 享受到的流量 特别是第一享受的流量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这个三个加起来差不多75%左右了 所以这个流量和排名 是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力争第一 先前十 然后让他慢慢慢慢的去爬升 不要太快 整个过程不要太快 他去爬升 然后最终的目标还是要第一位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软件呢 就关键词研究工具 他有付费的 有免费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就是说有些版本 他有些软件或者工具 他有付费的 还还有一些是免费的 然后我就推荐大家用一些免费的就可以了 然后他付费的话 我就用了一个 就是我最喜欢用的Market Samuel 我是用了付费的 其他都是用免费的 免费的话也就一般用用的话 也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 足够足够多的信息的 就说有一些东西的话 用一些付费的 一些附加的功能 还是比较省时间 省心的 关键是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多个的工具 多个的工具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来参考 因为不同的工具 它的数据来源 统计方法 以及展示的内容项目 可能有点不一样 他就说相互可以就是参照一下 对比一下 是不是有点那个差别的离谱 还是说基本一致 可以做一个让自己心里有数 如果说的话 两个差这么多 差太多了 你还可以借助其他的工具 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就说让我们得到一个 我们觉得比较有底的这样一个结果 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比如说 那个谷歌的关键词工具 谷歌的关键词工具 它 虽然它的数据是来源于谷歌 那应该说可以说是 那最可靠的一个了 你数据都是谷歌来的 那我们又做的 又是谷歌的优化 最主要是谷歌的优化嘛 那你这个应该可以的 但是就我的一观察来看 就是谷歌关键词工具里面 展示出来的 它是按月来显示的 就是每一个月这个词 它有多少的搜索量 但是它上面所展示的 基本上都是夸大的 就是实际的量 都没有它标称的量那么大 我前面我说过 就是说它大概也有 有些情况的话 基本上就是多出了 标称值比实际值 可能要多出了30%左右 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可能可能有百分之十几 20几30几40几 那都有可能的 就说词和词不同 之间它的这个比例会跳动的 那不是一个定数 就是说 就是我的定义来说 就是它比它多了 标称的是比实际要多 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 那谷歌是用按月来统计的 还有一些软件是用 或者工具是用按天来算的 那都有的 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要知道一下不同的点 然后 我们前面我已经提过了 就是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 分析关键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那个广泛 就是广泛匹配 就是Broad Match这样一种 关键词匹配形式 但是在查看搜索量的时候 就是准确搜索量的时候 我们还得用那个绝对匹配 更靠谱一点 数据更准一点 不然的话那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宁愿宁可保守一些 也不要说过分的夸大这些东西 因为比如说实际上 只有一天只有30个搜索 你你夸大了 却说有500个搜索 这个结果你差的有点多了 有点荒唐了 对吧 那比如说在我们在计算 投入和产出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我到每天只有30个搜索 那这个逆取 这个这个细分的领域 我可能就不错了 对吧 你会有辛辛苦苦做上去 那只有30个 对不对 那产生价值可能不是不是太好 我每天的每天的销售啊 或者每天出货量 或者每天赚到的钱 每天得到的点击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可能30 可能100个是我的底线吧 如果精确搜索 100个我是我的底线 30我就不做了 那个你就 你这个数据不准的话 那就比较致命了 对吧 那就差很多很多 然后你做出来的成效 以及你后期的计算 就会差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比较重要的 我们所以说我们宁可 宁可让它低估一点 也不要高估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还是用那个精确的匹配来做 会比较好一点 没有办法 就算是精确匹配 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准确的值 但是你看它就只有三种类型 对不对 广泛 持足 还有精确 你不用精确 你用其他不是更离谱吗 是吧 就是说三者里面选好了 那精确算好了 那就将就用 是这样一种情况 好吧 然后下面我们就逐步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 它是免费的 是谷歌自带的关键词研究工具 它是那个 那个adwords 就是广告付费 那个点击广告里面 要用到的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 你你你把 就是说这个网址打开 它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怎么用的呢 它用的话 我想大部分都会用了 做过英文 或者做做中文 哪怕做中文 它有时候也要用到这个东西 都会用 我就我就长话短说 就是不要讲那么详细 我们就稍微举个词来 来分析一下 来来列举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做 我们做 还是做刚才的 save marriage 已经有过例子了 这里打入要要要查的词 这里不要管它了 然后你如果是要是美国的 你只做美国的结果 你可以这里选美国 然后你英文的 你就选英文 这个已经默认选择好了 我们就不管它 你可以这里 还可以选择其他国家 或者说所有国家 就不要其他国家 或者说你选一个 对吧 其他你选英国 还有你选其他语言 这也都可以的 我们这里就保持不动 就这样 是美国的结果 然后它是用英文的 然后这里收入验证吗 哎呦 这个验证吗 有点恐怖 还要 输入这个词 然后输入验证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搜索了 然后它就会去选择数据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整个 它界面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加载数据的速度 也非常的快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用它 那是有的 然后这里下来的话 你看这个是你的主词 就是你输入这里的词 它就是这个一个展示了 这个你看它 现在所看的是那个广泛 Broadmatch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Broadmatch给勾掉 它会呈现三种 好 广泛的是这样的 那个词组的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广泛的和这个实际的 就是那个精确的 你看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我们我们要 我们要看的话 我们就就只能看这个词了 你估算的话 你只能用这个词来估算 这个这个词 这个词都不要 就是我们做那个搜索量的时候 搜索量评估的时候 只能用这个词 就是说 你就只能说它美国 这还是全球的 你看 这还是全球的搜索量 你如果是美国的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全球的是1600 美国就1000 占了大部分了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流量 美国的搜索 你说你做评估 你如果只做美国市场 你就用这个数据 你如果做 其实就是说反正英语的 就做英文文的其他英语国家也可以 那就用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要用精确的数据了 不要用 不要用 你用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水分太大了 太大太大了 你得出来的 你得出来结果 还有那个预估值 有点差一差一时太大了 然后我们只选用这个数据吧 然后这里嘛 这里你可以 这一栏是关键词栏 对 然后这一栏 这一栏是竞争 竞争 它给你的竞争提示栏 这些词都是高的 高的 这个是中等的 marriage的save 这样也可以 你看它也就是莫名其妙 save the marriage 这个不算不算 这个不一样 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做的话 save your marriage save the marriage 这个 这个就说 这个做的话 可能这个就会 这个会比your 差没差 意思上没有差太多 对不对 但是它 它那个竞争 有点差 然后它搜索 搜索有点差 搜索有点差 但是它 你说就这个数据来说 也没有差太多 就是说 你如果是新人的话 你可以 或者说 你想早点出效果 你可以完全可以选择 这个关键词去做 而不要做这个关键词 它们可能产生的 产生的转化 或者说怎么样 都不会差太多 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说 你这个下面 你就说 这个词 这个词 它会更快一点 让你更快产生效应 那何乐不为 我可以做这个词 这个就会 给你一些指标 你看 还有一个怪状 对吧 就那个 这个不是 我看错了 好 还有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 对 你看 这个是一个四个词的 四个词组成了一个 五个 五个词组成了一个词组 对不对 这个是那个两个词组成一个词组 就是 你看这个有差别 都是同样都是高 但是它的搜索量 但它的搜索量 却比它要高 那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 你看 应该是短的 会比长的 要难做要高 对不对 要难做要高 那就是说 搜索量来看 你看 一般是这个会比这个大 但是这里的数据 却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们平常要多看 要关键词研究的时候 要那个 要就是多留心一下 多做对比 就是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整个 一整个列下来 哪一个词是最高的呢 对不对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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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排一下 这个 不要 不要 这个词 太 太广了 这样是不好的 就是把它所有的词 就其他的概念的词 都不好了 那就差太多了 我们把它 把它还回刚才的那个 那个例子 好 就是说 跟它紧密相关 跟这个save memory 跟我们这个词紧密相关的 虽然说刚才展示的marriage 是跟这个也是相关 但是 这个 但是它是拯救 加了一个save 这个你看 save your marriage how to save your marriage 就是how to save a marriage 跟 跟这个词 跟这个词的紧密关系 应该会比这个词 save marriage 跟这个marriage 之间的紧密关系 要好很多 实际上 这个词是这个的衍生词 会不一样一点 我们就刚才把它按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 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save marriage 这个领域里面 它这个词是搜索量最高的 how to save your marriage 这个搜索量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 不考虑这个竞争 实际上 它这里说的竞争 是这个小领域里面的竞争 它真正的ACO难度呢 我觉得 你花点心思 你把这个东西学过去 然后你花个啥 花个三个月 你肯定能够上首页 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上前五 上前五 前三 甚至第一 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没问题的 是这样的 你只要多花时间 持续去做 就是说你做这样一个网站 它你做得非常非常集中 你的域名就是这样的 变形或者怎么样 它每个月有3600的搜索量 对吧 你如果能够排到第一页 你做什么不好 你做点 你做点 那个Edison 广告点击 那都可以赚钱 然后你做一个 clickbank 电子书推荐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排名排到好了 真的你做电子书推荐的话 你一个月3600 3600的搜索量 我们算一下 我们按照40% 好 我用计算器来算一下 我口算不好 我口算不好 我们3600的搜索量 如果我们刚才说了 你如果排在第一 你如果排在第一 你能够得到的流量是42% 我们按保守一定算40%来说 3600 乘以40% 就是0.4等于 哎 我有算错吗 不对了 稍等 乘以 0.4 就是说你能够得到 你网站能够从这个词 每个月 每个月你可以得到1440个流量 就是定向的流量 你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这1400 14个 我们乘以百分之 我们乘以0.1 不对 百分之1的转化率 互联网平均百分之1的转化率 好 我乘一下 乘以 0.01等于 14个 就是说 你可以 你这个网站 你把它排到第一名 你可以一个月可以产生 14.4个销售 就是说 那我们就算14个吧 就是说14个销售 电子书 你可以卖出1414本电子书 14本电子书的话 你每个 14本电子书 你每个佣金 我们不算多 乘以30吧 乘以30美元 你的佣金 他们一本电子书的话 多的可以卖个一两百美金 然后你一两百美金的话 你 你的佣金大概都可以得到 有时候可以达到100多 也有 有时候如果是100块钱 如果按75%来算 你得到的佣金 可以是75块 如果是按百 低一点是50%来算 你也可以得到50美元的佣金 对吧 如果这本书是卖100美元 但是说我们没有 不要把它设得那么高 我们设个 比如说他卖个六十 六十几啊 对吧 六七十美元 50美元 那也有 对吧 反正我们的按照佣金来算 如果就是一个销售 有30美元的佣金 那不算高的 我们这也是比较保守的 14个 14个销售 乘以30美元 那你一个月 这样一个网站 可以给你 得到432美元的收入 就是说这样一个网站 你可以花三个月时间 对吧 用我的方法 对吧 把网站架起来 把内容加上去 给他做外链 然后合理的外链去做 你一个月 这样一个网站 简简单单 非常集中的一个网站 你可以一个月 可以赚个432美元 我这样一些数据 是通过这样一些数据的 演算计算是有根据的 不是瞎讲 要么是我的经历 要么就是互联网 这些统计 我的经历也是根据 这个互联网统计出来的 然后结合我的实践 然后得出来 这样就是说 做一个clickbank网站 这样一种中等竞争 这个不算高竞争 中等竞争 这样一个细分的小市场 来去做的话 你完全完全全 一个月可以挣到这么多 然后你想一下 这样一种模式 你比如说 你这样一个细分的小鲤鱼 你这样一个做成功了 你做五个呢 对不对 432美元 算400美元 你做五个成功 对 你乘以五 对啊 2160美元 你算2000美元多少 一个月一万多人民币了 给你赚了 可以吗 完全可以的 这完全可行的 所以如果说 所以说 如果说你 你真的 不知道怎么赚钱 想赚钱的话 而且这个生意的投资 跟他的回报 对不对 跟他的容易程度来说 都是非常 非常简单的 你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操作 假设说 假设说 我们不是第一位 第一位不是那么好排的 好 第一位不是那么好排的 那我们排个 我们排个那个 第三位吧 好 我们排个第三位 我们就满足了 也有9% 我们算10% 对不对 10%的转化率 10%的流量 就是说 你3600一个月 乘以10% 你的流量 你可以得到360个 是吗 对啊 应该差不多 可以得到360个流量 就是说 你排在第三位 你可以得到360 一个月可以得到360个 从这个词的流量 然后你乘以那个转化率 是1% 1.01等于 360乘以0.01等于 3.6个 3.6个销售 3.6个销售 那怎么办 好 那就是那四车五入 我们算四个销售 好 算四个销售 你一个销售是30美元 你一个月这样一个网站 你一个月可以得到120美元 120美元多吗 不多 就七八百块钱人民币 但是说这样一个网站 七八百块钱人民币 好 给它算 取个总数吧 给它算800 你做五个这样的网站 你可以一个月可以挣4000块钱 而且这个4000块钱 挣到的远远比 那个排在第一位的 那个要容易许多 因为你排在第三 跟你排在第一 要容易的许多许多 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完全是可行的 而且我这个估算还算是保守的 因为你这个定向的流量 你来的来的定向的流量 还是质量还是比较高 就是说 就算你流量没有那么多 我们流量可以保守一点 但是转化率它可以稍微高一点 比如说 我们我们计算完全是按照1%来计算的 它实际上呢 实际上的转化率可能1%不止 可能有达到2% 你翻一翻的话 你一个月700 一个月800 你一个月翻一翻的话 你可以变成1600 但一个网站1600 然后乘以5 就等于8000块钱了 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么样一个 这么样一个计算方法 告诉大家 好 我们言归正传吧 嗯 这个就是看看到了这这这这些个他就跟他相关的我们可以这么过滤对不对 跟这个相关的词我们说进去词你看这些可以算是常委词 嗯 可以算是常委词 好 然后在这个这个下面还可以这个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它可以跳出来怎么样结果然后你你可以还可以说点一个点一个你看如果是做搞搞常委词的话那这更好了 我们你看我们挑选的是这个词how to save your marriage 对不对 how to save your marriage alone from divorce after affair after separation对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对这些都是都是这个常委是我们可以就说我们如果写做这样一个网站我们可以写多少篇文章呢这里就给我们提示了123456789好我们将这个一共有 一共有10篇或者15篇文章我们去写啊我们的网站的内容构成就是这样的他可以给我们给我们得到很好的提示这些词而且这些词都是比较好做的因为他你看这些词的长度六七个八个词组成的都可以够写成一篇文章的标题了是不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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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但是他这个流量加起来啊 但是他这个流量加起来你如果都排的比较不错的话啊流量加起来也是比较可观而且他关键是他的 他的这个流量非常的具体他的可以产生的转化包括你看这个how tohow to这个词实际上是已经已经一个非常非常实际在寻求一种解决方案的这样一种词了跟那个by啊就是购买purchase购买怎么样的solution对不对这些词都属于一个同一个级别的啊像这种词来的流量非常高 他很容易产生转化只要你的文只要你网站的内容够好然后你那个提供offer提供offer就是说啊你推广的clickbank的电子书对不对或者说你推推介某一个某一个某一个 咨询师的服务对不对只要你这个offer也也也够好他他传产生转化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就是这个功能他找常委的功能啊show more like show more like this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其他的这个实际上不是不是太重要了啊然后然后就是说这三个匹配类型我们可以相互转化着看转化着看然后我们那个啊这个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还这里可以导可以导入导出了然后我们可以这里点一下就把这个全部勾选勾勾选起来勾选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啊下载下来你这个你就是你一个你这勾选的还可以把它下载下来那也可以说你你你你把它保存下来对不对这个就是txt文档啊格式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然后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只说你这里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用啊那个csv格式就是那个啊各种格式吧啊csv格式就可以用那个office的那个excel这种格式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可以保存它你可以这个是你调查的成果你可以保存它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标准嘛就是说根据什么来排列这些词你可以根据根据那个搜索搜索量啊对不对你可以你可以根据你的竞争啊 他他他他会把你摆摆好就是一些过滤的那个嘛过滤的标准然后这个colin就是你选要显示什么比如说你竞争栏你不显示啊把它扣掉 然后apply的这个竞争栏就没有掉了啊你把竞争栏还是要把它开起来就是他标准的这些东西都都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自己看啊 啊他基本上也就这么多最最主要的功能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嗯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这个基本上必必用的啊你每次每次来做什么关键的调查啊这个是必须要用的一个一个工具你其他都可以不要用啊你只用这个就好了那也可以的 就是说其他的辅助来可以来辅助你验证你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啊然后就说还有提供一些你这个你这个工具没有的一些分类更为强大的功能那也是有的就是各个工具之间有好有坏嘛啊就是取长不短大家互相互相弥补一下好这个是谷歌关键词工具第二个就是这个这个软件就叫market samurai就是中文叫市场武士啊我用的是付费版本嗯这个市场武士也就是说我 我我用过不少付费的关键词工具但是最后的话啊我装了一些付费的像那个keyword elite这个是我最早最早购买的好像也是97美元一次性的费用我最早购买但是我后面我就基本上不用他了就是我就用了这个东西像microniche find的这个还有是keyword stream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不太记得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付费的关键词工具我最后只用这个只用了market samurai 我保留下来其他东西我放都不放在桌面了我有我用了我都是买正版的但是我现在都不放在桌面因为那个东西啊我觉得没有这个好我我又有一个然后再配合张这个谷歌的关键词工具还有我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些工具就够用了啊主要是这样啊这个软件呢它也有一个付呃免费的版本它默认的是免费的版本大家可以打开它的网站market samurai.com 可以来看啊这个免费的版本它是它是有有功能限制的有些模块啊它是没有的没有付费里面那么强大你要下载的话你就把名字email说进去然后你就点一下它就会把那个发给你就是发到你邮箱里你就可以下载了啊如果大家嗯资金比较紧张的话你可以下一个免费的试用一下 如果不紧张我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一个付费的版本它只有啊它付费的版本在这里点一个付费version然后点一个实际上只有97美元97美元一个月嗯如果不是一个月就是一次性的你只要97美元就可以了然后其他以后就不用再付了然后他还会经常去升级这些数据嗯也是非常值得的我购买的这个就是那个9797美元的这个这个版本然后这个里面都就 就是就是教你们怎么教怎么用嘛啊啊它有三个产品就market samurai samurai article samurai domain samurai 这它的三个产品这两个我都用过这个这个我下载过试用过后来我也不要用了就是选择域名吗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没有没什么必要我说可以选择可以自己判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这个软件这个这两个软件我都用过这个这个再用这个我现在已经不用这个就是那个 啊这个marketing来用就是你把这个 他里面有啊用了其他其他博客网络的那些个博客吧加加起来反正有五万多个域名都是用来发文章和发发博文用的你只要他这个好像是 啊就这个也是也是97美元这个但是这个是97美元一个月一个月啊加加起来一年可能要好几千吧七八千好像人民币一年我用了但是后来我取消的就是谷歌对那个 这个博客网络的打击嘛一打击以后我也就取消掉了啊现在我已经没有在用了我现在就用这个他这个你可以点进去的话他就帮你就就你你可以学习来怎么用来学习怎么用 嗯 你看他已经分类好了安装对不对关键之一关键是调查他是怎么做的他主要是给你讲解一下里面的一些参数属性是什么意思啊这些东西就是不同模块之间他给你因为他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块我等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这个教你怎么做啊其他的也没有 没有什么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生意是怎么用呢首先你安装安装好了我就我就不说了好包括下载包括安装里面都自己进行就给了看了简单你还是再不懂你可以去看那个官方的教程我已经刚才已经给你说过了然后你打开安装还可以打开点这里 新建一个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我们一个关键词关键词的话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演示一下marriage这个细分这个市场啊还不算细分我们先输入一个词你要关于什么东西的词啊marriage好的点一下他这个已经好了然后你这个是不是这里还可以选啊 这个软件他的数据来源是谷歌基本上都是谷歌的数据啊但是那为什么还用他呢就是那我们用刚才那谷歌数据不是不就是好了吗反正都是一样的数据来源但是说 这个软件他有一些功能他也过滤还有一些分析功能是免费的那谷歌也是没有的他用了这个人他可以帮我们很省心的帮我们去把一个东西 啊帮我们过滤分析好是这样的而且他他这个软件还不仅仅是一个关键词调查工具你看我们刚才在上面给大家演示的那个SU竞争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块吧他把所谓前时的东西数据全部展示出来不然的话你如果都要去一个一个自己手动去找你要用很多很多的工具然后花输十最少要输十次吧对不对每一个工具你要输十次然后做一下把每个每个数据记录下来然后再放在一起对比然后这个多嘛 多花时间的一件事情用这个工具他可以直接给一次性给你抓抓抓抓抓取出来然后放在同一个屏幕下给你进行对比不好吗还有一些延伸的数据也还有一些付费的工具才能用的数据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值得的啊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这里的话可以选择语言对吧语言啊还有你要选择国家这里这里默认的反正就是全世界的话你可以选择对应的国家那都可以的我们不管他和marriage好了点点点create 然后如果你看这个模块就出来了关键词研究这个是我们用的最多这rank checker可以就是说等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追踪一下你网站的排名你网站啊目前排在哪里他可以在这个模块进行追踪而且他查出来的查出来的东西非常还是非常的准的啊比我觉得比其他的那个追踪排名的软件就是免费的呢就不用说了一些付费的他比他比他们那些还要好啊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说现在因为谷歌把那个啊APL好像给改了现在加密了啊数据要加密了所以他啊他现在速度会变得非常的慢特别是你在查非常多的关键词或者非常多的网址的时候他数据就是说他得出数据的那个啊时间会非常的慢以前是非常的快的啊这个是现在他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啊 那这个sr competition我们实际上之前已经演示过了后来等一下我们再来弄一下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域名研究了就是帮你注册域名啊帮你注册域名就是帮你一些域名的选择啊给你一些推荐一些建议啊啊monetization就是你做一些广告联盟你他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抓取一些互联网上的内容啊你如果你网站需要内容他可以帮你抓取一些的反正就是抓取过来嘛 啊反正抓取过来的东西我就不喜欢publish content的这个就是可以在这里可以在这里发布发布内容到你的那个博客啊网站都是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啊这个这个反正我就我也我也就是就是找外链吧反正就是找外链就是我这个我也不太用了我用的最平常的最长觉得三个最强的就这三个功能我是最常用的这个这两个还是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 你就是说你在追排名追踪排名的时候你偶尔要用一下对不对两个是最最关键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这三个就够了其他的你就自己看吧免费的版本里面有一些模块是有的这样叫八个模块有一些模块他是啊他直接不给你用了他是因为他是免费的嘛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就以这样一种顺序这个这个啊先快你做先做关键的调查然后再做竞争调查然后才比如说你竞争调查好了你做了一定的 你才有排名啊这样一个顺序来来给大家做演示啊keyboard research 点进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哈这里这里他就是说你要你首先会有一个google的adwords的账号如果你没有你去注册一个他这里要你填写这个账号然后来抓取这些数据啊这个大家就说没有的话你先去注册一个googleadwords的你看adwords的账号然后把它输进这里哈第一次的启动的话 他会会让你输的啊我这里已经输过了所以就没有了嗯然后这里的话还可以其他的一些设置的东西这个这个都不是重要大家不要去理会他就好了然后这里就是给你给你一些关键词idea就帮你产生嘛哈帮你产生一些关键词idea对然后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你你你要从你这个关键词都要几位数啊marriage对不对这个一位数的对不对如果我我要我因为这个一位数的话就是说这个 这是一个磁根嘛那个清真太太难了我觉得要我从两位开始你一个找出来都是两位开始的啊不要一位开始一位开始我不要啊然后就说十位那个一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啊不要去捅他当然你可以可以调就是说我最多最多到五位哈六位的你不要给我展出来最多最多只到五倍但是我一般的话就给他默认了因为你有些常委东西你可以就可以找出来了 像这个使用的话就是说你官方的教程里面都有讲的会比我还想起但是但是说那个时间有点长哈对我你只要就是说听我的就可以了哦我基本上会把最常用的最强大的部分展示给你然后这里的话你看我们点这里就可以了 他就会去抓取这些数据了啊他就会去抓取这些数据了啊要一点时间我们等他抓完哈 好他已经抓取完了哈这个需要点时间但是他抓取完了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一共是为你找到了七百七十九个啊这个相关的关键词 嗯拉下来可以看一下嗯根据你的标准哈他也要两个词的话他最少是两个词组成的啊他最多可以十个词组成的啊给你找了这么多然后嗯大家看一下这实际上意思是差不多哈但是他有一个变形而已这些词反正他都给你归为一个不同的不同的算独立的一个关键词他这个文件里面找出来他的词呢 会感觉他就说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过滤和归类的功能啊如果你谷歌里面你要一个一个自己去验证的话那个很麻烦的真的真的觉得很麻烦的但是他一下子给你归类好了然后他这里的话他还可以归类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嗯gay对不对gay就同性恋的同性恋的东西我不要的啊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gay好看哈输入gay我们点啊点update看一下 gay他就这里给过滤掉了啊刚才是779个现在是54个啊可能过滤过滤了25个哈过滤了25个有gay出现的这些词就是词他就已经不要了啊他已经把你弄掉了还有就是什么HinduHindu这个应该是不是印度的我就不知道了像这个词叫印是印度的意思吧就是印度了印度老的婚礼我不感兴趣啊哈我也把它过滤一下你看大家现在看这里有的啊update一下 听度就没有掉了啊这里可能过滤掉四个啊这里可以过滤掉 就是你不要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写进这里啊或者你要的喝你这么多的关键是700的过我干嘛啊我不要啊我不要这么多我只要某种特定类型的特定类型的叫什么geogeo好了我只要这个词 我只要geogeo了这个词对不对我把它这里点一下 这个这里点一下你看他就会到这里了到positive这里来了就说你只要这个词他就把这个700的个词里面都选择出来 都过滤一遍啊有geogeo了这个词的啊留下来其他的我都不要了啊就就就都给你给你留下来是这样了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对我们这里还可以自然还可以添加关键词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关键词的选择和过滤这个工具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不要这样选我们也不要这样选就clear掉啊就是说他可以找了这么多那怎么办我们就跳到下一步去分析一下这些关键词 用用这些也是一个标准去分析一下这些关键词啊我们点这个keyword analysis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看了哈这里有几个标准是organic就是那个自然排名吧啊adwords就是那个pbc的一些标准 这个是竞争的指数这个是商业指数就是他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其实最主要也是adwords就是广告指标了啊广告指标 比如说嗯他给你产生的价值嘛这也是一个理想的预估值实际上没有这么多这是那个你就叫什么夸大了啊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来选择我们可以把它勾起来就是你一一天有多少搜索量啊把它勾起来这这个栏就出来了啊这个实际上是每天的搜索量不是每月啊这个是按天来就算了 然后这个slt嘛就是这个你排到第一你的网站排到第一以后他预估你的网站能够得到多少的流量从这个从这个词slt就是一个你排到第一页得到的流量的预估值 差不多这样这个pbrpbr不用那么解释就是一个相关性相关性就是说你会不会按照这么去搜索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有些词虽然有有这个流量有一些流量的指标但是他很少人基本上不会按照那么去搜索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这个标准加进去就会把那些就是说不合逻辑无厘头的词把它顾虑掉嗯这个是谷歌趋势啊这一栏要不要展示了这个就是adwords相关就是说你要的话你把它勾起来不要的话勾掉它这一栏就没有掉了好这会分的比较细 但是不是很必要有些东西我也不是都选然后这里嘛你还可以选择那个啊匹配类型都在这里也是可以选我们不要那个我们做关键的调查了不要包的啊只要这个就可以了啊然后他每天对每天就可以了或者你每周每月都可以了我们如果你要和谷歌一样你可以参想一下你可以选每月啊但是你选每天每天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们调整每月也可以啊 好我们调整每月这里是那个过滤的标准它它这里它有一些内置的标准的golden rules这个就用来 用来做那个选择neach就是下面那个赚那个网络赚钱网站它有进程用到那我们就说做到网谈到那个网络赚钱网站的话我们再来谈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喜欢那些过滤的一些标准嘛我们直接选择我们不要它的标准我们直接选择no filters我们可以自己选就可以了好就是说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呢我们可以去点一下就是说按照搜索量 按照搜索量就是说它每个月这个是这么多哈sut就是你排在第一月排在第一位以后你可以得到的流量大致是这么多按照你看按照它这个笔字来说如果是30万哈它这里是15万啊如果是30万嗯就是我们刚才谈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那个排名和那个流量的关系这样可以在这里得到印证对不对它可能大致也是按照这么算你如果是30万这里是什么 就是50%了但是它有30几万那说明50%还是不到的可能就百分之四十几你排在第一位你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它的搜索量到百分之四十几左右的流量啊是这样的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词你看这个这个虽然虽然是词根但是你看有些词的话搞出来也是莫名的情况你看这个这个两个词的会比一个词的搜索量更更高一点啊那也是有的 那有些词都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出现啊不做不知道嘛你做才会知道啊那通常来说这里一个PBRPBR是我们把它过滤为1515以下的不要啊啊输进去说点好就会过滤掉了原来700多个现在只剩400多个了啊过滤掉了这么多啊趋势你反正留着吧SUT值你看多少最少多少的比如说我们你100100以下的我不要 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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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100100个啊我做到第一位你每个月还没有给我产生100个流量那那做个鸟是吧你就可以在这里输你就可以进行过滤了啊你看看PBR值我们是人最低是15然后他这个全部都会是15以上15以下的全部已经过滤掉了然后就说你SUT值就是我做到第一第一第一名以后每每个月每个月你要给我最少最少来100个100个流量要的啊不要的话没有的话你就给我过滤 就好不要了是吧是怎么样的不过一个月的话我们中央100个那也是太少了是吧给他做成300个嘛啊300个500个1000个呢都是你自己来定就是你这个数值越大你过滤的标准越狠他过滤出来的东西就越越精了啊你看就原来700多个现在已经过滤到500多个人家200多个给你了是这样的你可以进一步提高PBR值对不对啊你可以比如说你提到20%那可以你就说你完全是由你来控制的 好啊有你来控制的偷偷摄取这个人不是也不是很重要你你看了就是说你的流量就可以了大致能够估算出来啊还有就是说SUC就是SU competitionSU竞争就是那个结果搜索的结果页面数啊最大最大是多少最大多少比如说我是50万吧对吧我说你超过50你不要不要不要给我弄进来啊 那个竞争对我来说太大了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谈过后面那个搜索的结果页面数跟那个竞争实际上不成正比的啊没有一些直接关系只是有一点指标性的有一定的意义吧可能说关于这个主题的话题的信息可能会蛮多一点啊但是就实际竞争来说这实际上是没有了但是他也把这个指标一把把那个互联网上流行这种常用的指标我们也把它弄进来实际上我就把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东西的话我不是很在 在乎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收50万就是那个多于50万的多于50万的我就不要了啊一定要少于50万的射出结果就可以了然后后面的话嗯后面的话这个实际上太有些有些太高了比如说啊我 关于christian的对不对关于这个gay的对吧关于这个gay的我就不要了这个跟刚才选择是一样可以重复选择是你选择这个gay对不对选择同性恋的然后你把它擦掉啊所以所有所有关于同性恋的这个东西这个词就会没有掉了嗯还有没有别的比如说Hindu对印度的我们就不要了关掉啊印度的那个词就没掉了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精选 精选的一个过程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的然后他已经把你排列好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去排啊就是说过滤的功能会比会比谷歌那边那边更详细更详细一点然后你你你你点这里可以就可以分析这些关键词然后他现在这些有的数据他已经有了那没有的数据他会一一把你列出来好我们也可以呃试一下演示一下好等一下等他抓 好这些数据好这些数据已经提取出来了你看这个就比刚才丰满了很多哈就说这里有勾选的啊这里有勾选的在我们这个分析关键词之前然后这里就会把它相应的数据都给他提取出来嗯 他可以看到哈比如说这么多的关键词他一个工具里面哈就把它提取出来了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要收收一下这个结果也结果的页面数是多少这么多次你也怎么收啊对不对你得你得说多少次啊他这个一次性就给你就给你全部给你弄出来然后你还可以进行这样的筛选 好就后面的这些嘛我觉得嗯嗯具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去看那个啊官方的那个教程就可以了我这里就不太带这些东西这里只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这些关键词然后我们这里还可以选择他还可以导出把这些数据给他导出出来啊导出一个csv的格数对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最最也就是最最主要的这个用法 他的用法实际上好就好在他可以过滤他的他的规则很好比如说我们用他默认的golden rulesgolden rules这个这个这个默认的东西来来来来弄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你看他这里会给我们选择一些选择一些十万一下这个是十万十万一下竞争页面数对不对他每个月他就这个是哦这是每天的是吧对啊但是说这个是board那不对 我们用用那个绝对的精确的好精确的精确的每月好嗯看他还是用他的黄金法则黄金法则来来来来给我们进行筛选的你看竞争数这个出来这个是池根他肯定会展示的啊这个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他你看这些都是四万一万四就是说他的页面数页面数少他这里的页面数虽然说跟我们那个su竞争啊 啊不是很准确的不能根据那个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是他这个页面数少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啊在这这方面的信息少啊那那也就是说进程可能也就是说相对相对少了嘛就是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我不是说跟那个有关系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他这个弄东西东西弄弄弄出来的话你看啊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来选对吧比如说这你看 这些都三个词三个词这些都都是挺好的就是挺好能够盈利跟我们的那个盈利终端如果能够比如说他有些词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就啊婚姻的历史婚姻的历史对啊就我就我就我就想不出什么了终端来可以可以可以来把这个东西转化掉他可以有钱这个这种这种词的话虽然有啊有那个叫什么虽然有流量他有搜索 但是你看商业价值这边哈这边都是有商业价值这个就是adward的价值你看这些都是有有商业价值的而且你看这下面的一二三四五个词他就没有商业价值的就是没有商业价值什么意思就是没人没人用这个人来打广告没人打广告会用到这些词婚姻的历史对吧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选嘛这里面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人眼的判断 哦像这个是你看他的竞争页面啊这么这么小你可以非常非常轻松非常非常轻松的去把它就把它做上去他的搜索量不小啊你看他的每个一个月嘛对不对一个月你可以你如果做到第一名的话你可以一千多的一千多的IP啊不错啊不是不是搜索量这是一千多的IP啊他估算出来的你你这样就是这样一个词你去注册一个这样的域名对吧然后你你你你写这样的一些内容非常轻松去排关键是说这个词你能够找到 然后终端把它转化掉对不对他是这个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对 嗯这应该是一个地名吧还是什么 的婚姻的这个应该不是不是一个能够能够产生商业价值的那个关键词吧对吧反正就说你要找到这个是比如说这是婚姻纪念日婚姻周年纪念日的短信如果没有历史出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他那你你的终端是什么呢你跟 你跟那个跟什么短信的运营商对不对你能够取得什么短信运营商跟他们合作吗如果能够有的话那行啊这也是一个总化的终端对不对他也是可以产生价值的而且他的竞争这么小对那挺好的就是说他这样一个过滤的法则他的强大就是强大在他的过滤法则上面会给你让你很省心的去找到最好最好的词能够产生价值的词对不对然后你根据这样的一些法则然后你去做 这样一些网站然后你就可以花最小的代价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快最好的结果只要你终端这个盈利终端选择的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软件不光对对外贸对外贸来选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就是具体后呢我们在外贸内节我们再来展开然后他更重要是为那些网络撰写网站来选择这个词 比如说根据这个标准选出来词那就会非常好了然后我们自己认为肉眼去判断一下然后去选择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好好这个是这个关键词关键词研究和关键词选择的这样一些这个模块所展现出来的功能好那我们再去那个再来一个看一下这个模块吧就是SU竞争的这个模块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再选择我们再选择一个就是新的关键词嘛因为这个词里面没有就是我做的那个拯救婚姻的这个词我们update一下然后直接直接跳过这一步直接来这一步选择包括这上面的这些勾勾啊也是可以取掉的去掉的话这里就不展示了啊勾上了他就展示了 好目前这个结果里面好像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那个网站可能这是美国的结果可能又下去了吧又掉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跌跌跌出跌出前十了可能是他可能又又更新了好 我们不管不管我那个我们就就看这个就看这些吧就说他可以抓取任意的词他可以抓取前十排名的网站这个展示了十一个那说明可能有一个是不是不是常规的啊应该是一个非常规的展示的结果啊比如说他这个这个指标是他的域名年龄我们可以看到这各个网站域名年龄各个这个排名页面的pr值是多少他的bink收入数是多少啊谷歌收入数通常比bink收入数要多很多 很多啊这bink收入数如果能有这么多呢谷歌收入数更多通常是这样的 然后这两个反正这四个五个这五个基本上都是外链的外链的那个那个指数标准啊这两个我们就这两个我通常也不太理会他们 我觉得最有参考价值是这两个啊三第三个第四个这两个这两个是最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在前面的分析的时候也分析过了啊这里你看大家看到啊这个到整个 域名的外链和这个这个页面的外链啊差别非常的大越是自然越是受欢迎越是内容取胜的网站这里差的越大你看基本上你看这两百多万这里是零它也能够拍上去对不对 哦这个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这个你看这个和这个这个和上面这几个包括这个啊这两个这两个都是首页来竞争这个这个关键词的啊其他都是内页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两个首页来竞争的啊就跟其他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你看这个笔子的话就跟其他的要有这个两个要接近这个就差很多很多所以这这些都是seo比较比较有seo手段就是seo比较多的啊seo过的呃这些网站为这个词来啊但是他们呢你看但是他们做的年限也非常的久了13年8年也是非常也是非常久的一个一个域名啊 所以他们取得今天的结果也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努力而且他们的网站那个内容应该还是可以的不会不会很垃圾对 虽然他们也有你看这些网站都没有政府和大学的外链然后这两个就有了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刻意为之的不是不是大学和政府呃那个自愿指向他们他们就是自己去做的比如说博客评论啊比如说论坛啊他们找到有大学是有论坛的 啊有博客的啊然后他们发评论啊这样去搞的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些数据然后可以可以可以给你进行一些过滤然后我们这里啊上面还可以添加添加比如说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和要和这些网站进行对比啊我们的把我们的网站给弄进来一起比一下 好大致已经出来了哈我们的网站在这里 第第第那个这个这个domainage这个也是域名年龄域名年龄虽然有五年就是零七年但是说我接受过来是一年的时候这个已经注册了就是说零七年的时候已经注册掉了啊已经被人注册过用使用过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被抛弃的域名 然后他的PR值这个我们就不要管了然后的话我的这个网站的话 总的外链是三千左右然后他的他的那个那个首页的外链是那个一两千两千多啊这个这个比例还可以接受吧还能接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顺便把这也看一下啊 嗯实际上之前也看过了我们就是延伸一下多看一下案例啊 我们这个的话save marriage有点多啊这个裸王子这个是也是裸王子 嗯还是不够这个不安全非常的不安全这个不好 包括包括这个外链的指向啊多指向内也要做然后包括这个某某多样性都要都要去做如果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说有学员反正如果前四购买反正都会每个人送一个网站嘛 就说我现在我以后也会给你们提一些建议去教你们怎么去做啊怎么去优化 他们把那个网站排名排得更好然后就说排得更久远让你赚更多的钱是这样的 这就稍微提一下啊其他的像比如说像这个网站有没有被 被DMOS收录啊有没有被啊那个Yahoo的目录收商业目录收录啊有没有啊这个就是说标题啊URL啊描述啊那些 一些信息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出现这个关键词这些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的那个那个东西指标啊 啊就是说竞争的话我们就放到这里吧竞争的话我们就大致就这么看一下啊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最后一个模块我要介绍到最后一个模块rank checker就是那个给你查一下排名的啊 先把那个先把自己的域名打进来你要他排名的域名打进来啊 点击这个点击这个啊 domain domain LURL就是说你除了你除了这个域名外你还可以添加它的内页 它这个网站的内页也可以来查的我们这里就不添加了这里可以谷歌 Bing和Yahoo这三个搜索引擎各自多少我们好吧我们都查一下 这个是要不要查绝对匹配我们就说查排名的话就是查那个这个查资助匹配嘛 我们就不要了这个没有意义的我们就查那个啊就普通的广泛匹配 Broadmatch那个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就说查一下新的数据不要查历史的数据 这里是你深度反正就100嘛有没有就说要不要在100以内100以外的你就不要查了 然后这个就是就是那个延迟吧多少 然后我们这里添加关键词我们就给他做一个词对save marriage 我们给他多说一个词how to save marriage 我们就查这两个词看一下 然后add 然后他就说他就会去为这个网址对不对来查这两个词这个网址他有没有排名 在这三个在这三个车搜索引擎上不要太多 查的太多他这个这个软件已经变得很慢了哦 其实查两个已经够呛了 查两个还还好还好就是如果是一个一个网址哈 查一个十个词左右就会真的会比较慢 而且你查的搜索引擎越少越好他就越快 你查的越多吗那就那就越不好我这里就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 不要这么多我们就查一个这个好了 后面两个后面两个可以你就说实际上 啊谷歌做好了后面两个就说你稍微花点心思 也就同样能够做好好我们就 先等他查完吧啊 哎好他已经查出来了啊这个 这个排名的话是美国的美国的搜索结果 在美国用Google雅康搜索出来的结果 那个他和我们在中国用Google雅康搜索出来的结果 是有略有差异的啊 就是说嗯他可能刚才还在前十吧 现在已经跌到12区了啊 这没有关系排名起伏稍微起伏一点也是正常的 他我能够排他也能够排上来就是后面我们做的再好一点嘛 他加强一下他就能够比较稳的排在第一了 因为你看这个网站一打开的话 我上面也没有放那个盈利的终端 基本上我就我就做好就放在那里 我就没有没有没有空去管这些东西 也不想管主要是因为真的比较忙 所以是这样的就是说人接手过去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做好一点 然后你就很好的排在可以很好的排在前十 前十了然后这里有一些指标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点这里 你看这里的话这个词它是首页排名啊 这个词它就是内页在排名不是首页在排名了 所以说它这个网站它有什么词它排在哪里 它都会帮你找出来 我们点一下这里 Petition这里就可以它就可以那个了给你看到了 给你看到反正就在你移上来嘛 就是说给你看到位置在哪里 然后你比如说你下次再找 然后你再找你多次他会给你折现图给你展示 展示出来你排名的走势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因为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查嘛 所以他就给你选择这个 好这个是外链数 同样的你查多次他还是有走势的 这里展示只有200 200多个啊 跟刚才那个说的有3000多个还是 还是有有有有差异的 3000多个可能是历史数据吧 实际上我我对这个网站 我真的也没有做了那个3000多个那么多 实际上这个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准的 可能几百个应该有的 我通常为这类网站的话 刚刚开始的话我就做个几百个 就做个几百个 他就能够能够排上去 就能够排在首页了 应该是这样说 不需要超过1000个 很多根本就不需要超过500个 就几百个 300个左右 那就就是差不多的事情啊 就是 这里可以看他的情况嘛 啊 好了那就是这个 这个模块这个软件 其他模块就不展示了啊 其他模块我也不是很关心 我也不是很推荐大家去用 你要是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去用 你可以学习那个官方的那个构成 啊 教程视频你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这里就不再展示了 啊 那好吧 这个软件哈 我们就研究到这里 我们跳到下一个 跳到下一个 这个这个软件 asmrush asmrush这个网站哈 他就一个在线的工具 这个asmrush这个公司呢 像这个seoquake这个插件 我们所用的这个插件 就是这个公司开发的啊 他的数据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他默认的哈 默认的这工具的话 它是免费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付费的 付费的反正他们这些公司 都是习惯性的用这个月费来来交的 比如说一个月几十美元 一个月几百美元都有的啊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我觉得吧 除非你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到那种地步 需要说一个月花个几百美元 去做这个关键词研究调查啊 不然的话普通人 你拥有免费的也就好了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根本不用用 那也可以的 不是很必须 但是做可以做一个复制参考好 我们还是说把这个关键词输进去 嗯 你看它的它的这个抓取的结果 结果呢 那个那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一下子就抓出来了 比那个比那个刚才我们那个叫 然后啊 market samurai要快很多啊 跟那个谷歌有的一比的 好 这个是数据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谷歌的版本啊 这个是美国版 你当然可以选择其他国家的版本 那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嘛 这里有关键词 然后对 cpc就是那个那广告了 就是那个adwords adwords那个那个广告 你每点一下这个词 它的出价大概是1.1.5美元左右 对不对 1.5美元左右 大概是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嗯 这个这个我们在后面哈 后面做那个addicons 因为是点击广告嘛 点击来通过点击广告来赚钱嘛 所以这个数据我们特别在乎一点 不然的话我们做外购SU 还有其他的这个clickbank 这个这个数据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 对我本来说 嗯 这个是竞争指 这个是他的指标哈 比如说这样的 嗯 这个是一 这个是结果数吧 搜索结果数 他这里是多少 这是一一一八是吧 那我们谷歌里面自己找的是两一六左右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搜索量 每个月大概是一千左右 啊 每个月大概是一千左右 就是美国嘛 每个月一千的搜索量 其实跟我们刚才在谷歌里面看到的数据是吻合的 这个是 这个如果是那个绝对匹配呢 就是吻合的啊 如果是啊 那个不是绝对匹配的话 还是不吻合的 应该展示应该是绝对的匹配的 啊 这里是他的趋势啊 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他的相关的关键词 就展示出来的相关关键词啊 这里有这么多我们还可以把它点开 好点开的话 这里这里就是你如果要看的话 他你你就得升级了 升级到付费版本去 这个我们就我们就不看了 不管他 然后这里就是给你一个相关词嘛 相关词的 包括他的那个 搜索量 搜索量是怎么样的 这应该是绝对匹配的 那个 绝对匹配的那个搜索量了 啊 包括他的CPC 我们最高最高的也就是这么多啊 这个真的不算高 这个单价点击单价来说真的不算高 然后他的结果数 这个这个是他的竞争指数 竞争指数大概多少 越高的话 他的竞争是越强的啊 然后他的趋势走向是这样的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和谷歌的数据做做一些对比 那也那也都好的 好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弹回去 弹回去 我们再搜索一次吧 好 就说这个这个结果就不要展开了啊 要付费的 给你给你一些idea 然后这里这里的话 他实际上这个这个工具 他也挺好的 他还可以 不光帮你那个做关键词调查 研究一些数据 他还可以帮你找排名 对不对 这个排名的话 嗯 他可以帮你查找前 前二十 不光光是前十 然后你看这个就很怪了 我这个实际上是 在这个软件里 这个工具查找出来 是前 第七位了哈 刚看到这个第一页的 刚看到那个 那个软件 Mark Samuel 查出来这十二位 他有时候不同软件 他的数据啊 读取的那个东西 数据会不一样 可能结果略有差异 啊 这个 这个应该还比较准的 没关系 第七位 第十二位差别不是很大 就是说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一直做一直做 我做的都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不难了 就是说我要不要花这个时间 要不要花这个精力 对不对 去做值不值得而已 对 大家说 就是前四位 哪位得到 选社会学 哪位得到了这个 这个网站的话 就是好好花点 因为他的基础已经非常好了 真的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他这个 然后终端的话 我也给你提提建议 那也都可以的 啊 帮你帮你赚钱 这个有的 而且他已经拍上去了 这个已经 再用事实在说话了 不用我多说了 然后 这个 这个就是他目前在 这在为这个关键词打广告 就是adwords广告的这些网址 网址 他们的 对吧 的域名 还有他们的登录页 就是landing page 对不对 这是哪一些他都已经把你列出来 目前有1234567 这样七位广告商在为这个自打广告 对不对 他这个软件的话 就说一次搜索 他可以帮你把 SEO数据 还有那个 adwords ppc数据 还有这个 网站的那个排名数据 一次性给你抓到位了 对吧 就是说虽然不是所有 比如说他隐藏了一些东西 他要要付费的 那个才可以搞的 就是说他实际上也给你给你提供一些很好的参考数据了 对吧 然后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做一个那个辅助的参考 那也挺好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不同国家版本 刚才是美国版 这个是uk英国版了 英国版 他各个数据会不一样一点 会不一样一点的 包括他的排名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网站就排到英国的第一位去了 然后我这个网站还在 还在第七位 这个网站刚才在美国版是第一位的 现在是这个第一位 他就说不同国家谷歌版本 那肯定是 测试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都会变 你看刚才七位美国版本 七位广告商 这里是八位广告商 可能加了这位uk版的 对不对 就说他可以给你提供不同的参考 加拿大 基本上美国 英国加拿大和澳洲 澳洲应该在这里啊 就说他 变化都会不一样的 我呢 我这个网站还真是 这个你看这个网站又排在第一位了 刚才是一个英国版的 那个网站排在第一位 我这个好像都不变 都不变 就是固定在第七位了 这个是四个广告商 我要么做做起 把澳洲的这个版本也看一下 澳洲也是这个网站排在第一位 然后我那个网站已经排在第十了 从第七位已经排在第十位 略有变动 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工具也是非常好 大家可以做一个辅助的参考 这个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然后最后一个工具 SpyFu SpyFu这个工具的话 跟上面那个工具也是有点类似 但是他偏向 偏向是Google AdWords 就是PPC广告 这个部分 不是偏向于SU这个部分 我们同样在后面做那个 做Edison赚钱的时候 这个工具也会用的比较多 同样的同样的关键词来来来做例子 做调查嘛 好说进去 说进去就是PPC 这是PPC的那个出价了 跟那个这个这个工具的PPC的出价 我觉得还更更有参考价值 因为他是专业比较专业做PPC 这个PPC这种广告的 他的数据数据值的话会比较比较比较准确 我比较我比较信赖这个数据值 这个就是你打广告嘛 打广告你平均每个点击都这么高嘛 0.5都不到 挺也算便宜的 然后你平均的每每天的每天的点击嘛 就这么多好二三十个吧 然后你每天的广告预算花这么多够了 每天花个十几美元 你这个就够够展示了 然后他的目前的广告主一共是21个人在这里打广告 然后这个是这个搜索的结果数嘛 然后他的他这里也是也也有每个月的准确的搜索量 一千六一千六左右跟那个啊 几个跟几个网几个工具 那个算下来的那个准确的搜索量嘛 每月数量就是差不多都差不多 说明这个量这个量啊 还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经过不同数据不同数据库不同工具的验证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告广告主 你看这个每个月谁在打广告啊 这个都可以看到 你看现在就是说五月份 五月份基本上打齐了 为什么他都都会选择在五月份打广告呢 可能也有一某些原因吧 啊这个这个就是上面的那些广告的排名 目前广告谁排的第一位啊 他的他的比如说广告词 这也也有的看啊 所以可以可以预览的 然后这里这里是他抓到的那个那个结果 就是前十的排名结果 前十的排名结果 然后这个还是排在第一位 然后我那个稍有变化 已经降到第九位了 反正就是第一页啊 第一页之内排回来 把不同的工具 就这样了 就是这个主要是做一个 这块数据 广告这块数据 会参考的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平常也是结合起来用的 啊 对 反正他是免费的 他当然也有收费的啊 用用免费的 你如果是做那个PPC广告的 这个用一个付费的版本 那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提供的信息量也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我我们这个是一个SE的课程 我就不为大家来具体展示PPC 用这个东西怎么做了啊 可能以后有机会我出PPC教程的时候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讨论吧 好 这工具就讲到这里 我们讲最后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跟前面那些工具 都是不养之一个趋势嘛 趋势其实前面我们也已经展示过了 嗯 就是一些不同的用 不同的用法 好 不同关键词 他我们 但是我们上面讲到的就是说 没有 没有这次会讲的这么细 就是我们把一些主要东西都讲一下 好 上次我们主要是从那个 那个搜索量 也就是说他的走势来讲 就是说值价值价值来讲 怎么样呢 就是说 然后这个 现在这次呢 我们用不同的标准去看一下它 呃 趋势你把趋势打开 然后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不同国家啊 比如说我 我 我只调查美国的 全世界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只要调查美国的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选择美国的 美国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然后 这是 一直以来哈 美国的不同的 就说前面是这样的 后面的话 都会不停的抖动 这样 然后 然后 美国的 然后你在美国的城市搜索 这个 最火烈的什么 啊 就地区嘛 啊 地区是 Kansas 什么 这个是田大西 密西西比 路易斯安娜 这个什么 下面阿拉巴马 这个都有的 对吧 就是哪个 哪个是一个 省份和地区吧 州吧 这个就是国家了 不 这个就是那个城市了 然后他们用的英文 就语言都是用英文的嘛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年份 对不对 选择年份 去年嘛 就去年一整年是怎么样的 都是走势的比较平均的 没什么看头啊 就是反正这个不温不火吧 这样一个词 就不温不火嘛 就是不会大起大落 就是每个 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啊 这个啊 拯救婚姻以及婚姻这个话题 应该是不会一个 呈现一个季节性啊 或者说年度性变化的 这样一个东西啊 可以说可以验证嘛 它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东西 你长年做下去 它不会大起大落 不会给你一个月 让你挣很多钱 也不会让你一个月 好像都没挣钱 那也都也不会 它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啊 年和年之间也是这样的 给你提供一个这样一个信息嘛 对吧 其他的 其他的我们一般也用不太到 这里这个工序 给大家简单 非常简单介绍一下 那好吧 好像这个 已经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已经讲过一遍了 大家过滤一遍 就是说细细的怎么来做 怎么来选 外贸怎么来选 后面赚钱的网站 又怎么来选 关键词 进行关键词研究 我们放在后面各自的章节里面去讲 会详细的讲 现在只是说给大家 笼统的讲一下这些工具 一些基础概念 一些这些东西怎么用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这些东西 就算你有个把东西是熟悉的 但是说 我有的 有的一些工具和方法的话 就是说给人家的 跟人家的角度啊看法 那是不一样的 希望你能够接受 这样一种办法 因为你学习我的课程的话 我 就是这么去看的 这么去教的 而且我也是这么去做的话 你如果不按照这样一个标准 我的看法去做的话 可能就说我这些课程 对你来说 可能有点不好啊 你觉得不好是怎么样 就算你不完全 不完全同意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并是这么做的 而且它是有效果的 你可以去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不能 美国人有句话叫什么 你不能跟成功来较劲 你不能跟成功来争辩什么 因为他是成功了 他因为他是好的 所以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他成功了 你再不赞同他 你再不不喜欢他 对吧 那你只能保留一件 因为他是成功的 你不能跟成功计较什么东西 这好吧 这一节就是说 一整个一大节关键词研究的话 我们就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开始的话 我们就会去讲第二个大节 就是讲那个建网站的事情 好吧 今天讲到第一节的话 就讲到这里吧 大家下一节再见 好